至于伸缩缝的位置,在铺砖的过程中,一定要按照工程师的设计和指定的尺寸做妥。 在有些情况之下,地面瓷砖和水泥打底也一样要做伸缩缝的。 我知道,好像瓷砖的收口位和其他材料的收口位之间,一样要有伸缩缝。 好像男女有别嘛,要保持距离,不然很容易就会误认为是非礼了。 说得没错呀,但是还不止这些。 铺器面积大的地方,在约每十平方米,也就是中间至中间距离大约3到4.5米的位置要预留伸缩缝。 这种伸缩缝的宽度一般不可以少于6mm,而且还一定要伸到混凝土的表面来填藏腮缝材料和打胶。 至于结构性伸缩缝,一定要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来特别处理。 而这种塞缝材料一般称作猪肠,一定要按照承托和配合打胶收口材料来选择。 在经工程师批准之后才可以使用。 那猪肠的直径一定要大于伸缩缝的宽度。 而符合规格的猪肠就是不管你怎么按它,它都会恢复原状。 这就好像是我的啤酒肚子,不管你怎么按它,最终还是会弹出来一样。 大家要记住啊,千万不要涂方便,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这样就不算是优质工序了。 在打胶收口之前,一定要在伸缩缝的两边贴上胶纸。 这样打完了胶,在平顺胶缝之后,也不会弄脏地面瓷砖。 收口胶一定要能够配合伸缩缝设计的伸缩要求。 同时,也要具有抗水性质,不容易脱落,还要有抗清洁剂的功能才行。 并且要得到工程师批准之后才可以使用。 最后呢,当然是要让收口胶有足够的护氧气才能够采上去。 这就对了。 如果工地上的每一个工友都能尽力做好刚才我和国强说的每一个工序, 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国强?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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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